Hello 各位朋友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Blancher Show 這一集 我會跟大家講一下一個非常之重要的能力 這個能力 會令到你究竟 找不找到工作 反過來 如果你是一個老闆要請人 你一定要請 有這個能力的人 進入你公司 我為什麼會講今天這個主題呢 就是剛剛我 看到一個報告是非常之有趣的 這個報告就是講 在Google工作了超過10年 他一個Former Vice President 他的名字叫做Claire Hugess Johnson 他每個星期就需要 用40個小時來 見一些新人 請不請 要經過他這個 的關口 他說 當面試的時候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面試你覺得 面試的人 你會被問什麼問題 或者你面試 一個新人的時候 你會問他什麼問題 令到你會不會請他 或者你說不是 不外乎就是 他的技能 他的經驗 之前做了什麼project 諸如此類 沒錯 不是說經驗不重要 絕對重要 不是說技能技巧不重要 都重要 但是 有一個 的能力 很有趣的 他說有九成五的人都覺得自己有這個能力 但是他見過無數的 日生人或是請過無數的人 他發覺 是只有 10 至15%的人 真正 是有這個能力 這個什麼能力 就是 自我察覺的能力 自我察覺的能力 自己怎麼跟別人溝通 他平時自己有沒有一個學習心態 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原來他不知道為什麼會跟其他人相處不了 原來我說錯了 原來我講漏了 為什麼我跟我的同事 關係差 又或者 為什麼我跟那些 客戶 為什麼溝通不了 他們不知道 各位 不是 他們以為自己很明白自己 原來自己是不清了自己 這個叫 Self awareness 原來人才 這個叫自我 察覺的能力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好 就是說 他會知道自己 有什麼的 優勢 劣勢 強項 弱項 例如說 我知道我自己那個 那個 Leadership skill 是差一點 所以 我要在這方面加強 或者他要察覺到 不是 我這個 project management 這個能力是高的 OK 他就會覺得 OK 我就在這方面 再發展 你看到 有什麼是破壞性 或者吹擾性 就是說 你不知道自己 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Self awareness 是真實過壞的 如果你不清楚你自己人的時候 你在別人面前 你不知道 原來你自己出了什麼狀況 是很破壞性的 在那個 interview裏面 你可以怎樣察覺到 這個人 究竟叫Self awareness 是不是夠強 你應該請這個人 或者 你應該怎樣表達自己 讓你找到這份工作 好 看著 有兩個字 這裏寫得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就是你看一下 在你面前的一個人 怎樣用過 我字 和我們 這兩個字 Me 和 OK 如果在整個 interview 你見到他經常會說 我 我 我以前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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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很多我字的人 你覺得是怎樣 他懂不懂團隊 他是不是有一個 是懂得怎樣跟合作的人 應該不是 如果只是在那個interview 或者我們平時跟人溝通 他只懂得說個我字 通常這些人是不會跟人相處的 很self-centered的 什麼都是自己的 我説這些人 通常是找不到工作的 好了 另一邊上 你看他有沒有用 我們這個字 好了 如果在那個 那個對話那裡 全部都是用 我們 也都要小心 因為 那就是說他沒有什麼 自己的觀點 什麼都是我們以前是怎樣 以前我們這樣做 以前我們這樣做 好了 就是說 就是說他只是覺得我們 但是他不敢說自己的意見 自己怎麼看這件事 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態度 這個大家都要小心 OK 就是說這個人 是不敢 承擔一些很重要的決定 或者project 這些人都是不能請的 好了 就是說 在整個對話那裡 你就要看看 他用我 和我們 那個分配 那個分配是怎樣 有能力的人 OK 他會說 沒錯 之前這個project 是我提出來的 但是那個功勞 是屬於我們團隊的 這樣說 在你面前這個人 他這個 應該是人才來的 因為他不會抹殺了 他自己的那個能力 但是他也同時 很懂得欣賞 團隊的精神 這個就是我 和我們 一個很大的 的混合體 所以當你是 有一個新人的時候 又或者是 你要建功的時候 你要知道怎樣拿捏這兩樣東西 OK 你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同一時間 你知道團隊的重要性 我和我們 OK 所以記住 不要把你其他的技巧 那些經驗 是擺到無限大 不是不重要 是重要的 還有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就是 這個人是Sign Note 給大家一些提示 當你告訴你 未來的僱主 你之前做過什麼的時候 其實對 你的未來的僱主 其實意義 不是十分太大 為什麼 因為你那張resume 你在這張紙上面 所做的東西 是已經過去了 已經過去了 OK 你應該告訴你 面前的一個未來僱主 我已經做了很多的研究 是關於你的公司 我會用我這個能力 是怎樣 是幫助這個 Department 這個公司 當我加入了之後 怎樣令到這個Department 或公司 再可以向前 再走得快一點 當你有這樣的做法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是很難請不到你 很難請你 是不是無敵 現在為什麼那麼多人 是這麼難說 找不到工作 其實這個世界 是不可能找不到工作 只有懶人是找不到工作 你留意一下 什麼叫懶人 他只是把自己那份resume 隨便brash出去 傳給 15 20間公司 希望家裡有少許遲 散彈槍 希望有一個總 不管那麼多 但是 你會收到 這張resume 那些公司不知道 你連那個cover letter 都沒有 你連那個cover letter 你都懶 你看到 所以為什麼找不到工作 是有原因的 一看就知道 你不斷把這個resume 不斷brash出去 你怎麼會找到工作 是不是沒有心 見到 感覺到的 所以是找工作的朋友 要留意這一點 請人的做生意的朋友 也都要留意 剛剛以下所說 即是以上所說的幾點 OK 好了 大家怎麼看 怎麼看這個 自我察覺的能力 Self awareness的能力 你覺得有多重要 在留言和我分享 OK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下一次 一有新的內容 你就會第一個 知道了 OK 我們下集再見